也就是說在青少年人格養成的基礎的階段 如果我們做好中華文化電機的工作 那麼將為我們下一代的未來 變一個相當好的能力方向跟發展目標 最近我聽到台灣有人在參與 要退出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我想在座的老師 特別是在台灣組織加入工作的老師 跟我一樣心情是非常沉痛的 從蔡英文就職以來 我觀察到她的言行跟一些舉措 基本上有兩個相當危險的傾向 第一個危險的傾向 是希望將兩岸關係擺置在區域安全 區域集體安全架構底下來處理 所謂集體安全是美國在冷戰時期 作為一種全球維俘戰略的對抗性策略 蔡英文從她的就職員說中所提供的 兩岸合併的發展路徑 說穿了就是台灣作為 台灣作為日軍事同盟 這個區域集體安全機制的 積極的參與者 並在這個基礎上 形成跟北京能對抗的 這樣的一個 短暫的合併的區域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她進一步的在法院要推行 文化態度 以西方的民主自由為核心價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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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